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帆古对他的弟弟Theodore所说过的一句话来开启什么叫做美丽觉醒的说明 没有什么是不朽的 包括艺术本身 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想要知道艺术家怎么看待我们身处的世界 这是赵小轩他认为他喜欢接触艺术的主要原因 艺术能够提高生活的品位 也能够让我们品味生活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穿搭材质颜色版型需要搭配的问题 穿衣穿鞋要搭配 家里的墙面 家具 餐具 悲剧等都会遇到搭配 如果去研究画里的线条结构和配色方式 归纳艺术家的用色方法 怎么样用褪比色 怎么样用相近色 怎么掌握尺度跟比例 你就能够得到美感的启发 封子凯曾经写过一段画家眼中含画里的色彩 他说 假如一个少女撑着一顶绿丑阳伞 站在太阳光底下 她的桃花色的双甲上就会带着绿色或者是蓝色 夕阳的印象派绘画正是用直线的眼光观察色彩而描写的 所以印象派作品当中少女的脸庞上各种色彩都有 不但少女的脸是这样 其他一切物体都没有单纯的固定的色彩 都是红橙黄绿蓝钉子各色凑合而成的 不过其中某一种色彩占着强势 这物像就以这种色彩作为主调 但这个主调又完全不固定 跟了环境的影响而实施变化 雪白的粉墙在强烈的日光阴影当中 显现出脆蓝色 嫩绿的洋柳在春日的朝阳当中显现出金黄色 用艺术的眼光看起来 世间万物没有固定的色彩 所以印象派的画家说 世人皆知花红叶绿 其实啊 花有时而绿 叶有时而黄 所以赵小轩就跟我们说 如果能够用疯子凯所描述的这种精妙的有色眼睛 去观察生活当中随时得选择的色彩 你的品味就会大大的提高 艺术也引领我们去欣赏普通平凡日常的事物 生活周遭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事物 艺术家都能够看得到 画作让我们知道天空的色彩变幻好看 苹果橘子都是可以专心凝视的 例如说维梅尔那很有名的倒牛奶的女仆 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 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场景 在清洗而入的光线底下 牛奶面包很诱人 有一个专注在倒牛奶的女子 维梅尔通过非常日常的场景 推崇生活之美 他告诉我们 人生的真实需要就这么样的简单 另外维梅尔小街这幅画 刻画他住的小镇上 这条小小的街 那样的小楼平凡了一天 人生用不着不凡 平凡就是非凡 人们为什么喜欢漂亮的艺术品 看过一个调查 全人类都喜欢的艺术流派 是印象派 画里有美丽优雅的女子 草地上奔跑的孩子 春天的花朵 蔚蓝的天空 日常生活平淡琐碎 人们容易忘了生活该是怎么样的 但美好的事物象征着希望和成就 人们需要接近赏心悦目的图像 得到愉悦和幸福 有一位长家就说 我不能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艺术 我更因为说艺术给了我生命 你曾经面对艺术而感动流泪吗 艺术是对于生命历程的经验和体验 艺术家感受力敏锐 情感深刻 对他们来说 创作来自内心不得不言说的需要 必须要借着艺术的媒介 来表达他们的情绪精神情感等等 我们接触了他们的作品 也就深度接近了他们的心灵 艺术如果没有精神心灵的表述 比如说石雕 只是石头磕了人的形状 绘画也就只是纸上涂一些颜色 音乐也就只是音符的高低快慢而已 因为就是心灵表述 艺术的表达就暴露了 艺术家里里外外的一切 作品是不会说谎的 气质 心性 品格 五一不在作品当中 你一战的话 你去看 只有几株素素落落的树 只有一横远山 只有几片寿石 几只书竹 书朗之质 这样的萧书小景 却映照出泥在心底的孤绝寂寞 画出色域绘画的Rothgo 他说 我之所以画画 是希望赋予绘画 用音乐和诗歌一般的痛感 他们透过作品 向世界述说 说说生命的感性体验 说说那无法言说的一切 当我们注视着大卫的雕像 真的能够体会出 米开朗基罗说的 是有一个生命存在在石头里 我只是让石头里的生命显露出来 艺术的核心并不是技术 而在于能够显示生命共通的情感 好的花鸟画 鸟的动态形神 花的姿态都要有感情 才能够让人有美的享受 所谓好花之头 异朋友 落花水面 接文章 托斯泰认为 艺术能够接着 文字 线条 色彩 声音 身体动作等 表达人类共有的情感 有近乎宗教的神圣共有 艺术之所以可能 那是因为 人与人 有共通的情感 透过作品 人人都能够体验 同样的情绪 所有的一切都在图像里显现 看不够的是生命里的挣扎 焦虑 淡定 平和 也许就只是情感 足以反映 我们是谁 唤起我们的共情能力 这或许也是 毕卡索的 格尔尼卡 这些饱含 颠沛 苦难的作品 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压抑内心的悲伤和遗憾 戴上面具 但是艺术让人们确信 苦痛是常态 得以释怀 文学跟艺术 都是处理人性当中 最纠结的 优外面 人的失落 人的渺小 人的孤单 人的无望 另外 沧桑 压抑 贫弱等 不堪的种种遭遇 随着作品展示的情境 经历不同的人生困境 感受人性的矛盾 生命的纠葛 知道世界并不是 那么样的 简单平面的 接触艺术 让我们对生命的优维 人性的困境 能够有更多的宽容跟谅解 连罗瓦说 痛苦会过去 而美会留下 赵孝轩总结说 那些让我停下脚步的 是能够产生 深刻控制的作品 美术馆里许多人 驻逐在 一幅名画前面 凝神欣赏 音乐厅里 观众为一首乐曲 微笑动心 这些在美术馆里的专注 深发于 个人的感悟 他并不用去 影响世界 只是用来 安顿自己 拥有艺术品 不是去拥有那张画布 或者是那张纸 而是作品所传递出来的 精神价值 值得收藏的 是艺术的创造 和美感 而不只是 内建东西 有些图像的震撼 触及心灵的反思 有一些 深入的情感表达 碰触到 人同此性的感动 有一些 或许怪异 或许挑衅的呈现 则隐藏着 抗议跟抗争的企图 2023年 赵孝轩在 东京都 写真美术馆 看到了 深赖昌久的歌展 他就在展厅 来回观看 走动思考了 两个多小时 他说 在走出来的那一刻 忽然有了一种感动 感觉 我仿佛一同经历了 这个摄影家 生命的整个历程 爱情的痴迷天狂 亲情的 失去失落 灵魂的茫然无望 醉意的苦痛伤感 到最后 透过扭曲的水面 省视老去的自我 当我在看到 他的名作 乌鸦的时候 忽然觉得 自己懂得了 那种深层的悲哀 产生了深度的 情感共鸣 艺术是一种 内在的力量 是精神心灵的 升华过程 我总觉得 艺术欣赏的过程 就是在寻找 某些困在 躯壳里的灵魂 让灵魂 受到感动 情感 得以抚慰 丰富了 精神生活 也给予我们 生命当中的 高峰体验 我们休息会 等我回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大家好我是于太燕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Radio 感谢邻居收听羊召弹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 为了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赵孝萱的美丽觉醒 一颗出版的新书 在书里面 赵孝萱跟我们说 他对于艺术的一些 基本的欣赏的角度 跟基本的入门概念 例如说你去看画展 你会不会说 这画的不像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抱怨 这画的什么鬼 要如何欣赏艺术品 到底都得要看什么 要怎么看呢 赵孝萱告诉我们 面对作品 我们经常会急于知道 眼睛看不到的 也就是图像背后的知识 例如说这是谁画的 他是谁 他在哪一个时代 他为什么画 他的作品在说什么呢 面对艺术 我们总是渴望 知道更多 却很少认真站在作品前面 看至少五分钟以上 赵孝萱就说 欣赏的几个层次 第一 先去观看眼睛所看到的 或者是感官所得到的 第二 再去感受眼睛看不到的 第三 再去知道 眼睛所看不到的 艺术有三要素 秩序比例形式 接触作品 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作品图像的深色形式 现在很多展览不只有视觉的图像 也大量用声音或者是材质的其他表现 这个时候 要打开的就不只是你的眼睛了 而是你的五感 提高审美 拥有高级品位的第一步 那就不只是忙碌地去看展览或者看艺术书籍 而是要去理解不同语境下的艺术语言 面对不同类型的作品 仔细看图像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 例如 如果你看的是书画 那是笔墨 线条 落款 印文 布局 如果你看的是油画 那是构图 激励 笔触 色彩 比例 如果那是摄影 那就是轮廓线 明暗 影调 特征 质感 视觉动力 如果那是雕刻 那就是形体 体积 空间 留白 如果那是影像 那是剪辑 运镜 配乐 色调 那面对作品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我们可以看视角 比如说 从哪一只眼睛开始 也就是观看的角度 是固定在一个位置的单点透视 还是变化了不同视角的多点 乃至于散点透视 或者我们从一根线开始 我们可以看 线条的表现 有直线条 直线条稳定 斜线条 有动感 重复的线条 会产生动感的应律 如果看懂书法创作 是用线条去表达 人的存在与状态 就更能够体会 场域 是如何用 充满气韵的线条 来画出性感的宇宙大腿 或者是 从局部开始 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觉起点 观赏的时候 一幅图像的上下左右 每个部分都可以当作视觉的起点 空间瞬间敞开 但中国画 另外加入了观看的时间因素 长卷左右张开显现 天宽僵阔 丽轴是用上下抚养 来显露 伤和气势 画小 但是有无尽的张力 画大 就能够容纳宇宙 例如说 宋太三水化构图 有所谓的六元法 平远 高远 深远 阔远 幽远 迷远 或者是 我们可以从 解剖视觉元素开始 我们可以看 视觉的动力 如果 视觉元素是平行的 它的构图 安定平和 视觉的元素 如果是垂直的 那就是 端正优美 如果是 金字塔形的 那是 安稳雄壮 倒过来 倒三角形 不安刺激 C字形 那视觉的动力 是运动前进 像是 泛宽 西山行律图 大山鼎立 如如不动 郭西的 早川图 它是 S型的 视觉结构 线条 就显得 流动空灵 或者是 李当的 万货松风图 远山像 手指一样的 细 松林 恍如梦境 欧洲 文艺复兴时代 三角形呈现 秩序 稳定平衡的 关系 像 拉斐尔的 圣母图 但是 到了立体派 三角形 却被拿来 打破空间 创造分裂 和错位的状态 像是 毕卡索的 亚维隆少女 从观察画笔的笔触 也可以看到 笔触的方向快慢 就决定了 机理 和 阴影 达文西 曾经对 拉斐尔说 线条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阴影 阴格尔 他的绘画 基础 是素描 所以他画出来的人物 有雕塑一般 光滑的质感 迪拉瓜 他的笔触 像是音符一般 独立而连续 在画面 颤动的色彩当中 形体 近乎融化了 而 实际上 他的笔触里 有着 岩石 出力 出绝的质感 艺术家 创造了各种 不同的形式 在形式里 蕴含了意义 所以 艺术是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 艺术的可贵 在于能够将 无形的感知 化为有形 透过对有形的欣赏 去感受 无形的存在 所以 艺术最关键的 就是我们要去探究 像坏之意 也就是 形而上 看不见的东西 这看不见的东西 如同音乐 远超 音符的组合 文学远超过 文字组合的概念 如果创作 就只限于 外在的物像 那就是 画功画将的层次 笔墨厚德 有脱衣 有记情 避免 行胜者神穷 苏东坡 用猪笔 红色 来画竹子 有人问他 世界上 哪有红色的竹子 苏东坡的回答是 世人用墨笔画竹 世界上 有黑色的竹子吗 绘画表现的 不是眼睛所看到的 外在世界 而是画家的心灵体验 妙处在物像之外 欣赏者可以从 笔墨 轻重浓淡 感受到 艺术家的人格寄托 因此 我们看艺术作品 我们感觉的是 画布是颜料 也就是 艺术家的手指 和艺术家的心跳 例如说 范古树苗的 鞋 为什么能够 引起 人的同情 海德格 在艺术作品的 本源里 就提到了 这个作品 他说 木色降临 这双鞋 在田园 鱼鱼而行 这鞋 回响着 大地无声的召唤 显示着大地对于 古物 宁静的馈阵 从范古化的鞋 引发了 观者联想到的 看不见的东西 就如同 我们不需要去读懂 槐树的自序帖 到底写了什么 随着线条 游移 穿梭在白色的 平面空间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对比 轻重 韵律 又例如 卡尼斯基的作品 每个地方的色彩 跟笔触的要动 仿佛都是 乐曲的流动 跟停顿 卡尼斯基他认为 艺术的目的是 唤醒心灵 以及体验物质 及抽象现象 背后的 十字精神 作品的关键 不在于 点 线 面 色彩 而在于 精神 氛围 所以 看画的关键 不在肉眼 而在 心眼 肉眼 只看到了外形 心眼 才能够看到 精神 当然 也有一些艺术家 他们排斥 艺术 当作工具 认为 即使是表达 内心的情感 那也是工具性的 艺术的表达 跟形式本身 就是意义 就是艺术 这种艺术家 他们认为 绘画的本质 就是 点线面 颜色 空间 而不在于 内容 与否 是 形式 本身 不在于 形象 具体 与否 而在于 形象 美丑 本身 不在于 美丑 与否 而在于 自然感受 本身 抽象 艺术 帮助我们 回归 解释 宇宙组成 最基本的 美学元素 最基本的 美学元素 线条 形状 颜色 文理 构图等 艺术家们 他们透过 抽象之眼 带我们看到 不一样的世界 去感知 不存在的世界 艺术 以形式 传递了 文化 价值 内涵 精神 思想 观念 气韵 意境 如同一张 好照片的关键 最终还在于 有没有 形而上的存在 也就是 有没有精神层面的思考 和哲理的创新 另外 艺术的创造 不一定是 建构了意义 才因此有价值 破坏 也有意义 这也是 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 面对 艺术的象征 观赏者 必须调动 自己的想象力 爱因斯坦就说 想象力 比知识更重要 正是音乐 赋予了我 无边的想象力 而Tabius 则说 当你观看的时候 不要认为 这是一幅画 或者是世界上的 任何一件事物 尽可能让自己去想 各种事物 绘画应该是一切 它可以是 风种的阳光 也可以是 暴风雨当中的乌云 可以是 一个人生命的足迹 也可以是 地板上的脚印 它可以是 我们的状态 今天 现在 或者是 永久 我们看到了画 我们也感受到了 画外之意 这是赵孝萱 他在书里面 特别呈现出来 告诉我们 艺术心上 所包含的 多重宇宙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到晚时间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